12月27号上午10点多的锦州市东湖湖面中央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两名男子在冰面行走的时候不慎掉进了冰窟窿 周围群众迅速报警 接到报警以后 锦州市解放路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了两车13人到场救援 10点30分消防员赶到现场发现 湖面中央冰面塌陷形成一个大冰窟窿 有两名人员落水被困 现场有四名群众正在组织施救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制定救援方案 让参与救援的老百姓退回到岸边 救援人员连接三条救援大绳 以湖边大树为固定点 作为救援保护绳 消防员身穿救生衣 携带救援硬单架 手持探冰棍 摸索着靠近事发地 接近冰窟路时 一名消防员以匍匐的姿态靠近被困群众 另外两名消防员在身后 手扶救援绳辅助救援 消防员通过脱拽的方式 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 同时被救出的还有一条狗 消防员救援完成之后发现 仍然有不少群众在兵面上行走 在消防员的劝导下 大家陆续回到岸上 两名消防员的感受